4月24号,在北京首纲园内,一场特殊的乒乓球比赛正在进行。 相隔万里,乒乓外交亲历者梁哥亮和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朱棣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相约求捉。 当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美国人民友好协会在北京联合举行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纪念活动。 中美各界人士约400余人通过现场与会或线上视频方式参加活动。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发表视频致辞。 50年前,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两国友好交往的大门,经历者李富荣回忆当年情景仍然新潮澎湃。 这样,那个总理呢,在我们出访美国以前在人大会上接见,强调呢,就说我们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我们理解呢,就是这次我们去美国访问,不仅仅是冰马球的比赛,更主要的是强颇友谊。 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尼克宗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接见我们的时候还说了。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在视频致辞中回忆了当年细节,他表示,乒乓外交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事件。 所以,当突然有一个请求到中国,之后,我们评论了, 我们评论了,乒乓外交是一个人,谁有请求到的请求, and that he did so at the last moment just before our delegation was going to leave Japan where the tournament was taking pla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Now at this moment, when there are disagreements 在某些重要的重要性上 它是一種的事 的 那些我們希望 會將會在未來的 即使 解釋 中的中國 和美國人 中国聘写主席刘国梁也来到纪念活动现场 谈及乒乓外交 他说这是一段任何时候都应该被铭记的历史 乒乓球只是一个载体 通过这项运动传递友谊和正能量的传统 值得代代相传 现场刘国梁还分享了自己的新计划 通过乒乓球比赛与欧洲建立友谊 在三天前跟佩尔森和瑞典评业主席有电话联系 一个星期前跟老瓦正好有一个视频的联系 他们也是希望借助我们中美乒乓外交 这条线能够把中国和欧洲和对点的 把这个乒乓球建立好的友谊 老瓦也在邀请我再做一个瓦尔德内尔杯 留我两杯 就能够把欧洲他选世界的所有最优秀的队员 他挑出来他当队长 让我带领中国的队员来进行这样一个比赛 当天中美体育界知名人士姚明 乔良 陈璐 马布里出席活动 表达了通过体育交流推动中美人民友谊的期待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建民表示 体育在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互建方面有独特作用 北京冬奥会应该说明年即将在中国主办 我们呢真诚的期待也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运动员 能够在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大舞台上能够断唱佳祭 我们知道呢这个国资交啊在临乡亲 体育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类型 也是两国人民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重要方式 我们两国体育界和体育人我们愿意继续相向而行 互相珍重再促进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地向前发展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育以创建做出我们体育人的贡献